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點事曾經 我是運大投顧陳時輝 今年10月4號星期五 當然台股在因為颱風假 多休市了兩天 今天整個盤面稍微往下 但今天其實指數的多寡不是重點 今天的重點在其實相對常來講 絕大多數的股票很多股票都是跌的 當然原因尤其是今天又是禮拜五 我們台股又因為颱風假多休了兩天 當然有一些比較短線的籌碼 當然它會就形成了一個賣壓 整個大盤從這裡下來 我就告訴大家基本上 其實上去之後 基本上我的認定是 它會在這裡做區間震盪 來 我們來看這個圖 大盤在26號也就是三個禮拜四 26號 26號這一天嘛 對不對 這一天漲上來了之後 我發覺其實大體上很多的節目媒體 大家都相當的樂觀 反而這時候我在節目中就有提醒大家了 基本上漲到這裡 它要回撤季線 雖然它漲上了季線 季線是這一條 但是它要回撤季線 但是好處在於 十字線是往上要交叉季線 也就是說雖然回撤 但是大家不用過度的看空 操作三那你就是不要追高 畢竟它還是要回撤季線 大家不要追高 只不過十字線往上 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回檔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要看太空 為什麼 連日強漲 它會回撤季線 結果禮拜五又早上還大漲 為什麼 因為在前一天晚上 美光大漲了14%以上 連帶的帶動費半 也大漲了3%多 反而我在早上特別提醒會員 要留意回撤季線的回馬牆 當然我禮拜四就提醒了 禮拜五我特別再提醒一次 畢竟我們一拉 已經拉了1800點以上 就這一天 一早 因為一早 大家美股帶動的關係 確實樂觀氣氛非常濃 但是就如同我說的 它就往下 往下開始要做回撤的動作 當天就往下 然後禮拜一 有沒有 禮拜一是不是就回撤了 那回撤我特地告訴大家 回撤基本上也算正常 但是它會沿著季線上下做整理 禮拜二10月1號我就告訴大家 它會做區間震盪 目前整個就像我剛剛講的 目前整個就在這裡做區間震盪 目前的解讀是這樣 不要過度地看得太多 也不要過度地看空 我之前在節目中告訴過大家 十日線是一個很好用的最終的指標 來 大家看 大盤從這裡一路漲 一路漲 一路漲 大家有沒有發覺 十日線 黃色的就是十日線 就是所謂的雙周線 綠色的是季線 你會發覺整個十日均線 全部都是站在綠色季線的上面 整個大盤就一路漲 好 目前到這裡 為什麼我把它定義成區間的整理盤 十日線跌破了之後 它當然在這裡它要做整理 短線長線它就要做糾結 所以目前整個盤勢就在這裡 既然盤勢是這樣 操作上大家就是 好的股票逢回找買點 但是漲高了 畢竟是區間震盪 大家就不宜追高 這個也是為什麼 在漲到上面這裡的時候 上禮拜五我特別告訴大家 基本上要回撤 漲高了你就不要去追高 目前整個盤勢大體上就是這樣 當然現在是我的節目在12點 也許大家早上一追了 現在來不及了 我也歡迎大家 沒關係你掃瞄我屏幕下方的QR Code 基本上我對今天盤勢的看法 我都會在10點之前 在我的Line上面做發表 相信對大家整個認識當天的盤勢 會有很多的幫助 所以歡迎大家隨時掃瞄我 屏幕下方的這個QR Code 一定對大家會有幫助的 這個QR Code 就這個QR Code 或是說你輸入ID 基本上我在當天我會發兩則訊息 第一則因為是盤總碼 我最重要的是我會在上面 告訴大家我對大盤的看法 然後第二個我認為 你可以多留意的個股 當然有一些投資朋友們想要多了解我的 我也會告訴大家我的實際上的操作 這些歡迎大家隨時掃瞄我屏幕下方的QR Code 來當我Line的粉絲 好 這個盤勢我剛剛講過了 基本上在這裡你目前就是界定整個 它是區間做震盪 當然唯一的一個變數 最近大家有看新聞大家都知道 中東那邊的情勢有稍微比較緊張 但是我認為目前還不至於影響到我們的台股 但是後續情勢會究竟如何發展 我們會持續的做關注 這是目前一個比較重要的變數 如果說沒有其他的變數 我認為它目前還是會在這裡做區間震盪 當然有一些投資朋友們 你也許會很害怕 是不是這裡下來 大家又聯想到是不是又要破底了 對不對 在這裡我提醒大家 基本上你先 這裡有一個跳高對不對 這個跳高 然後這個沒有回補之前 你都不用太過悲觀 這個其實當初我在9月4號跌下來的時候 我就有告訴過大家 基本上這裡有一個強力的支撐區 你看嘛 我畫的就這根嘛 對不對 9月4號嘛 9月4號是不是這裡 這裡有一個強力支撐 有沒有 為什麼它會跳高 因為這裡有一個強力支撐 就在這裡啦 那它為什麼我在節目中 也詳細說明過 在情勢危機的時候 還有那個力量把它往上拉的 這個絕對是關鍵 所以關鍵K棒在這裡 基本上後來它就跳高了對不對 然後整個情勢發展 它一跳高我馬上就告訴大家 基本上我認為第二隻腳就是出現 因為完全符合我對大家講的 這裡這個強力支撐它為什麼會跳高 當然它要讓它脫離 當然先期指標就是什麼 台積電其實已經率先回補的缺孔 這個缺孔了 好 所以在這裡整個盤面 目前的規劃 最重要其實你要注意的就兩點 第一點 區間震盪 你不要過度的追高 當然也不要過度的殺低 不要一疊了你就害怕 整個大區間操作就是這樣 第二個接下來就是 當它回檔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為了第四季來做佈局 好 那第四季我們有什麼 為什麼可以多留意來佈局的呢 當然我之前一直告訴過大家 長線操作的話2317的鴻海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好的標的 包括為什麼我對大盤的解讀 基本上為什麼我也沒有太過的擔心 畢竟我認為包括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基本上你要再叫它破這個可能性不大 這是台積電嘛 當然台積電很大 另外我也很看好鴻海 2317的鴻海 為什麼看好鴻海 除了它整個 它這個之前的法說也講的 它整個上半年很好之外 而且它下半年其實是明顯的旺季 最重要的是其實鴻海 它有勢大利多 第一個AI部分 AI部分之前Blackwell有一些雜音 現在也都消除了 第四季要開始出貨了 對鴻海當然有利 第二個蘋果推出新手機 不管它短線上短期上是不是受歡迎 但是整個對鴻海還是一個依註 第三個就很重要的 鴻海的電動車佈局 我個人認為相當的完整 尤其是接下來10月8號鴻海有科技日 它整個又要曝光了兩 據說是兩款的新的電動車 我認為整個鴻海在電動車的佈局上面 慢慢的趨於完整 接下來就是開始要收貨了 這個是最大的意義 對鴻海整個我看好最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 因為我講過 整個其實在汽車業裡面 它的毛利率是大概接近 大概20幾吧 當然我們從鴻海先進的毛利率來看 大概是18%左右 依鴻海整個公司方面的說法 也就是他們就是大概會 整個鴻海先進會維持在 大概18%到22%中間 當然對很多行業來講的話 對很多公司來講的話 這個不一定算很高 但對鴻海來講 鴻海它的毛利率 鴻海的毛利率長期都在6附近 如果有一個營收占比很大的 結果毛利率是接近20%的話 對它的意義當然會非常大 對它EPS的貢獻 也會有顯著的明顯的貢獻 這個就是我看好鴻海 當然最近包括黑神花悟空對不對 帶起了整個遊戲產業 整個遊戲機目前還在熱銷當中 鴻海其實是Sony PS5最大的 主要的代工廠 這些對鴻海來講都是利多 但是它股價那明顯其實 股價明顯都還沒漲 所以我認為整個它還會往上 尤其是你長線布局的話 其實鴻海鴻海 鴻海你都是要早買一點的 我認為它股價都還有 還有可以期待的地方 那果然今天當然 今天整個鴻海又創下近期的新高了嗎 我放大一點對不對 創下了整個過這個高點了 創下近期的新高 但我個人認為這個高點 都不算是高點 畢竟整個我剛剛講過 鴻海有整個四大利多 好 這是長線做布局 那當然這些布局 我也有帶著我的會員朋友們做布局 只不過我常常講 鴻海基本上是 我們是比較長線做布局的 好 接下來我一樣來跟大家談 細光子CPU 雖然今天細光子CPU當然有漲有跌 大家會發覺有一些開始 可能股價比較相形比較低的 開始做落後補漲 但是整個細光子CPU的產業 我在節目中說明得很清楚 基本上他們這個產業 未來性是很大的 當然我們國內的廠商 他們也知道 所以組了一個細光子產業聯盟 在這些產業聯盟裡面 其實當然每一個公司 都有它的利基點在 我認為整個細光子產業起來 這些公司都會雨入均戰 當然整個細光子題材裡面 它有分 包括像最近長得很兇的聯亞 是比較上有的累經的 之前大漲過一波的重達跟華新光 就是光收發模組的 不管如何整個 大家會發覺整個族群 它還是不斷地往上 雖然不一定每一天長 大家會發覺 在類股裡面它會淪長 有一些它休息了 有一些它漲了 在這個局勢底下 在這個大盤的整個盤面底下 我認為就好像剛剛我講的 既然是區間震盪 好的股票逢回你就要早買點 你會發覺細光子題材的這些股票 逢回你早買點 基本上它都還會再往上 當然每一個股票的股性不一樣 它的籌碼的整個的走動 沉澱度也都不一樣 像花星光 基本上它是光收發模組的 我也一再地提到 它最近的股整個走勢 其實還相當地不錯 它整個沿著時日線往上跑 像仲達 我也告訴大家要整理了對不對 它目前還在時日線底下 就還要再進行整理 為什麼我告訴大家仲達 它會做整理 因為它乖離太大 季線在這裡 它急漲的時候乖離 當然就要做整理 這些就是在操作上的細節 好 那當然整個操作細節 當然還有一些大家要了解的 另外還有一些個股 還有一些類股 其實都是大家在第四季 可以開始留意佈局時機的好的股票 反而有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反而上漲的時候你去追 其實你容易短套 尤其我一再地強調 在這裡目前的盤勢 上下區間震盪的可能性最高 反而在回跌的過程當中 你就要去尋找好的買點 有什麼機會 什麼產業 我們可以值得留意佈局的 下半階段回來我還要告訴大家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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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顧真心照顧 运达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顧 真心照顧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我剛剛一再的強調 基本上我們看好的股票 看好的產業 那大家操作上呢 你不一定要一路的過度的最高 其實峰迴 反而大家可以找買點 比如說今天我講過 整個光通訊族群 基本上有漲有跌 對不對 今天川迴漲停板 對不對 好 大家來看 有沒有 這整理的這一段 整理的這一段 其實你峰迴就是找買點 基本上它又過高 它又創高了 光通訊或者說整個細光子CPU 這個族群基本上 這樣的機會都很大 所以在整個整理的過程當中 反而大家可以多留意 畢竟你看 你在這裡做介入的話 比你今天再去追 是不是 是不是好非常多 你就可以享受這一段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常講的 實務上的操作 你就是要懂的這些 當然整個我在待會員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我也都採用這種 我們比較喜歡在底下做佈局 或是說我們回檔 看好的股票回檔再做佈局 所以當初仲達在底下的時候 我也告訴大家 對不對 因為它跟博通合作了 而且其實它琢磨CPU 其實也滿久的時間了 我講過 對不對 基本上我都不是帶會員用追的 我們看好的股票就在底下做佈局 然後佈局上來了 因為看好 而且我們看好的理由 基本上很堅定 所以它稍微漲 我還認為它這個高點會過 包括法人也一直在買 是不是 這些我也都在節目中告訴過大家 後來急漲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講的 你在底下買 你才能夠享受到這一段 你在這裡追的話 基本上一晃你就很難過了 好 那它進入整理了 我也告訴大家 你進入整理了就不要在這裡追 基本上在這裡的話 它就會做上下震盪了 為什麼 融資急速增加 這個我也在電視中講過 對不對 我也一再地提過 對不對 還在正 剛才我講過 整個它目前還在十字線以下 所以等到它站上十字線之後才會轉強 好 那同一時間 在9月18號的時候同一時間 我是不是告訴大家 你可以換成另外一檔光收花模組 滑星光 對不對 對不對 一樣它那時候還在低檔而已 結果就漲了 就漲了 對不對 就漲一段了 對不對 好 那漲一段進行 在這裡就進行整理 像我剛剛講的 每一檔股票的股性不一樣 那滑星光就沿著十字線 它整個慢慢漲 今天又創下新高 對不對 它就沿著十字線上一下 那只要十字線不跌破的話 基本上它就還不會轉弱 這個就是矽光子CPU的提產 那基本上我還是在這裡 我不看蛋 為什麼 因為它確實 它未來的整個市場非常的大 那很多公司 對很多公司來講 其實營收都是有爆發力的 好 那接下來當然 我還是回頭過來講電力股 雖然當然整個電力股 最近其實今天股票 大體上很多都跌了 但是我告訴大家 基本上因為整個台電強能電網 計劃還是如果如同在實行 尤其是賴總統希望它縮短四年 所以台電其實現在目前 正在一直積極的試單 那台電也講過 其實整個北電不足 所以台電也在積極的做 南電北送或是中電北送 所以之前其實我也做過亞歷 我也在節目中講過 會員朋友們大家都知道 做上去 對不對 然後後來 後來當然整個局勢上來了之後 整個大盤也做回檔了 那當然我就會開始挑一些什麼 挑一些進可攻退可守的股票 也就是說挑一些基本上 EPS比較高 本利比相對偏低的股票 所以我後來又講了揚滑 對不對 揚滑我也在節目中 有告訴過大家 我在Lite Ad上面 Lite Ad的粉絲 大家也都知道 對不對 我特地講過好幾次 那時候還沒漲 我常常講 股價我都是在還沒漲的時候告訴你 然後後來就急漲 對不對 急漲了 好 它整個其實 整個我待會員佈局都漲了很多了 所以在這裡就跟中打一樣 它會在這裡做整理震盪 但是我認為整個電力 尤其是陽華我也強調過 陽華整個是做電纜的 接續夾跟中端夾 電力這邊基本上電力的建設 一定需要電纜的 電纜需要的話就需要它的接續夾 跟中端夾 所以它的生意一定非常非常的好的 尤其是台電最近據我所瞭解的 其實台電目前正在積極的試單 畢竟電力的建設真的很重要 好 另外接下來我再告訴大家一個題材 尤其是最近整個大家開始 會發覺最近雖然美股稍微有回檔 但是廢辦比較強 為什麼 因為回答強 為什麼 Breakwell開始要出貨了 好 那Breakwell開始出貨 基本上它就會 當然連結到相關很多公司 包括鴻海也受益 我要告訴大家散熱 為什麼 因為整個這個新平台 它採用的就是 易能的散熱的整個解決方案 當然就會對這些 尤其是做易能散熱的公司有利 所以在這裡我告訴大家 3324的雙紅 基本上整個未來業績 因為回答開始新平台開始在出貨了 另外技術上 其實它是一個相當漂亮的WD 當然很多時候節目時間真的有限 所以大家要多了解的話 我都歡迎大家隨時掃描 我屏幕下方的QR Code 我在Line上面會做更多詳細的說明 當然如果說您長期有在追蹤我節目的 也了解我的操作 我都歡迎大家一通電話來跟著我操作 最主要是我常常講 機會的出現由市場決定 但是抓住機會是你決定的 所以歡迎大家加入我的Line好友 或是一通電話來跟著我操作 在這裡預祝大家下個禮拜操作順利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